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上美的大湾音乐会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出呢 我们今天请台湾国乐团的艺术总监 姜丁波老师 还有作曲家王宇宇老师 以及就是合作的钢琴家廖培君老师 来跟大家分享 老师好 大家好 想问一下 这个上美的大湾的音乐会 它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它是台语发音吗 这个就叫了姜老师来上历史课的时候 来问问大家 台湾的名称 就是它的别名 在历史上你们能够想到哪些其他的 福尔摩萨 OK 其实有好几个 但是大家可能最熟悉是福尔摩萨 荷兰人称福尔摩萨 17世纪的时候 荷兰人事实上对台湾这个地方 还有另外一个称呼 他们是用荷兰文发的 但是用汉语记录下来是 大小的大 然后浮原广大的圆 这两个字 大圆 上面的大湾 它正确的发音是 来 谁要试试看 闽南语 最美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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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加上动作 我看出来了 最美的 所以其实那个大湾 念起来就是台湾嘛 对 这场音乐会 我注意到其实 王雨昱老师就是写了一首 最美的台湾 钢琴协奏曲 可不可以请一下王老师 就是你这个 协曲的灵感来源 还有你创作的这个动机是什么 我以前有去花莲 书画公路 书画公路有一段叫清水断崖 那时候我用空拍机在拍的时候 看到那个美丽的海的那个面 跟山跟海之间的那个感觉 我开始创作的时候 其实以第二乐章先开始发想 开始的一个漫版 然后再延伸到第一乐章 再来把它写到第三乐章 把它完成 它其实比较讲的就是一个 成熟性的 在说明这块土地 它是一个比较虔诚 敬畏的一个心 然后去面对这个台湾的历史 概述了音乐的发展创作 在台湾这块美丽的土地 希望有一个向往美的一种象征性 那因为这首是一个钢琴协奏曲 想请问廖平英老师 收到这个谱的时候 你会觉得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诠释它呢 我其实还没有跟他真的 询问过他创作的这个理念 但是我看到这个谱 然后我最近也开始在练 我第一个直觉是 你真的写得太难了 你把它写好写满啊 对 真的就是对钢琴家有非常大的挑战 就有很多的大跳 然后几乎没有传习的空间 就是一直技巧性上 不断的发展 在一个很快速的速度下面 所以我觉得对钢琴家来讲 耐力跟挑战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看到这个谱 我觉得有一种天地人的感觉 第一个乐章是非常壮阔的 我真的是有这种开垦跟发展的感觉 那第二个乐章 其实我觉得是蛮个人情感上面的 就是比较人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比较亲密的 然后写得非常的美 第三个乐章我就觉得就是比较土地性的 对就可以听到很多这种 好像我提到说有用到原住民的素材吗 可能就是从身体出来的这种节奏感 这种体力性的 然后我会想到bar talk 就是很片段是马上切换 然后完全没有逻辑的这种创作 我觉得非常新颖 那因为这首是一首钢琴写奏曲 那我也很好奇是说 钢琴跟国乐团 当然到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很不常见的组合了 可是它还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组合 那不知道三位老师 以你们的观点来看 要如何去做这样子的东西方 音乐文化上面的一个融合 我自己作为一个演奏者 我觉得可以提起的部分 就是说西乐中奏或者中乐西奏 其实是很常见的啦 至于说这样子做的优缺点 当然见仁见智 这是纯旧就是作品移植来看 但是从原生的创作 就是把中细融合 这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最基本是美学的不同 比如说西方管车乐团 有很多乐器 它在设计的时候 就是用一种乐器家族的概念去设计 比如说弦乐 大中小贝斯 或者是同管家族 他们都是用一个合奏里面 这个合这个字去设计思考 国乐团 民乐团 中乐团 不管叫它什么名称 里头多数的乐器 基本上仍然是承袭它的原先那个血脉 多半是独奏乐器 基本上就有这个美学很大的不同 即便看私足乐 把它看成某种室内乐的形态 但是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我觉得困难 其实也就是乐趣所在吧 怎么样克服这些困难 把东西方的美学能够融合 能够创作出一个很有时代感 甚至产生音乐上的哲思的作品 应该对作举家们来说是很有乐趣的 然后仪玉老师跟我们谈谈 这个乐趣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创作人的乐趣 其实在挑战自己也是挑战演奏家 其实国乐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已经受蛮多西方一些架构影响 比方说我们讲弦乐好了 为了让它更能张力撑得住 可能在它的和弦上面的立体度上 要做一些不同的搭配 你才能把它线条整个拉得更远 那在以这一次的钢琴跟国乐团的部分来讲的话 钢琴的部分我会写比较重的其实类似一个原因 那廖凯军老师以钢琴家配合的观点 你觉得跟国乐团和西乐团有什么样 你觉得要调整的地方 我觉得还是要看作品 像影域的这个 我觉得它其实是比较用国乐去配合钢琴这个语言 那它创作的方式其实也是比较西化一点点的 所以这个作品并没有这么大的困扰 这场音乐会除了这首《熊丝与台湾》之外呢 还有另外两首纯乐团的曲子 那不知道可不可以请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两首曲子的演什么 好啊 我们开场是郑思生老师的《江坡无遗》 那我会选这首是因为里面有《江坡》两个字 真正会挑郑思生老师的作品是因为 我们这个节目的企划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 就是要呈现台湾各方面美丽的风景 台湾国乐团的slogan就是用国乐述说台湾最美的故事 各位细心的朋友或许也发现 就是这场在作曲家的部分其实也横跨了不同的世代 那像郑思生老师他所代表的这个世代 事实上就是在台湾国乐萌芽的时期 郑老师他英年早逝 40出头岁就过世了 但是他却在很短暂的一生当中 对于萌芽阶段的台湾国乐有了巨大的贡献 所以我个人会认为 一定要有一首代表那个时期的作品 这个作品事实上意境非常非常美妙 只是说今天我们再来诠释郑思生老师的作品 会有一些实际的障碍需要突破 比如说乐器的种类 在郑老师那个时候 其实像软弦是没有分这么多种 没有分到大软中软小软 可是我们今天再重新面对这个曲子的时候 我会觉得需要把类似这样的部分重新做一些梳理 让他的配器是可以更丰满 所以这个部分我也会做这样的调整 所以简单讲就是把这首曲子追求他理当有的意境 但是声响是比较现代化的 那下半场的这个大步头的台湾四季 其实跟台湾国劇团有很深的源源 关乃忠老师的《台湾四季》 每一季有三首作品 那事实上这一套作品就是完整的演出 已经是14年之前的事情 那事实上这也是当初我们的企划组 在协同规划的时候提出建议说 或许可以来思考重演这部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这一次重新扮演完整的《台湾四季》 而且可能也值得一提 就是这套作品当年也是第二十二届的金举奖 让台湾国劇团拿到最佳专辑的一套作品 关乃忠老师 我朋友要是约略知道它的话 事实上是我想是当代华人音乐家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 不管从指挥的角度或者是创作的角度 事实上它擅长 我认为它擅长的布局 比较是在于从管弦乐团的配器语法去布局 然后非常非常画龙点睛的 加上鲜明的明月色彩 那在这套十二首就是每一季三首的作品当中 其实它广征在台湾的各种乐种 包括就是闽南的素材 客家的素材原住民的素材 然后把它们都做了很严简易概 但是又非常有特色的呈现 我自己个人在做诠释的部分的话 我想还会增加一些内容 把华会团当中的那些名乐器 一些在这些乐器本身的演奏手法上头 在做更深的一些琢磨 那可能会加入一些 普中原本没有特别仔细去标明 要加入的名乐的手法 我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些调整 可以让这套曲子的色彩更丰富 然后它的民族色彩可以更鲜明 那听起来呢 其实整场音乐会是非常有台湾味的 那就期待在11月28号礼拜天的下午2点半 在国家音乐厅见到大家 一起用音乐来欣赏我们熊穗的台湾 那么母记早安汇报特别篇 下次再见咯 拜拜 今天早安汇报特别篇 大家还喜欢吗 喜欢的话 麻烦按个赞 或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有热的意见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么母记早安汇报特别篇 下次再见咯